第七十回 各位,上次汪海洋吊失的那幅字画,被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泉执导, 这日他拿字画给大哥看,虽然字画处名那里是写着高贵左, 但曾国藩一眼还认出那首字是左宗棠写的, 只见在提款上写着有一行字,太平天国翼皇殿下校正, 哇,这一行字真的好像针那么刺眼, 曾国藩看完就望下弟弟问,这幅字画在哪里得来的? 曾国泉就走过去,关上船仓那道门才讲, 在商谈大战之中,联军中就执了一个背囊, 那些士兵将值钱的东西就自己带了, 这卷东西没人要,但在路边, 刚刚被我执导了, 曾国藩就很紧张地思考了一阵, 很决断地说, 假的,这幅字是人家偽造的而已, 曾国泉就睁大眼了, 那就奇了, 刚才你一口咬定是左桂菇的手笔, 为什么又一讲又偽造的呢? 大哥啊, 你必不需要这样维护这个人啊? 真是偽造的, 你九弟, 左桂菇的什么时候, 又有什么理由, 和石大开写一幅字画呢? 那不是很荒唐的事吗? 不是吧,大哥, 我醒起了, 你在那年长毛第一次围攻长沙的时候, 左忠堂和郭坤涛两家人, 一起从柳庄搬到白水洞避乱的, 后来我听郭坤涛讲过, 左忠堂回柳庄拿书的, 一去去了几日, 音信传无, 那他去哪里呢? 哼, 我想他九情九十去了长毛那时, 说了, 想投奔长毛, 乱闹事, 不准无中生有, 乱想人家怎样的呢? 你不用争他了,大哥, 我不会冤枉了他的, 你记不记得, 几次议论破敌良策那时, 左忠堂对长毛的长处短处都分析得头头是道, 有一次啊, 甚至还说得出长毛哪一级可以有女人, 他怎会知道这么清楚啊, 他试试去过, 曾国凡见说的都说不通, 他就入伙了, 受试, 你无端端想人家死为什么呢? 白纸黑字来的嘛, 那怎么叫无端端呢? 曾国全就怕那张字画画了, 你呢呢呢, 这些就是证据了, 大哥啊, 你这个人心体太好了, 那个左忠堂虽然跟你是朋友而已, 但他根本就看你不上眼的, 他经常在人前背后明晒你的, 好像湖南真是不可一日没有左忠堂那样, 你不如趁这个机会等他出丑啊, 唉, 他个人有时是活着, 那些人无缘人又金无赤金, 左忠堂慈才傲物是有的, 有大财的人多数都是清高自负的啦, 日后他实是国家有用之人, 不要因为个人意气而公布私守, 大哥啊, 你真是菩萨心肠啊, 曾国凡都不管他这么多了, 将我一幅字画就卷起身, 放入自己的木棱里, 亲自踏上塔, 收到锁匙, 再告诉曾国全知, 那老狗, 这件事你不要再提了, 不用问阿贵, 这幅字画是硬品, 或者有人想陷害左忠堂也有知的, 曾国全是更想争辩的, 怎知曾国凡一摆手, 他唯有转声就吞回那些说话落土呢, 那其实曾国凡是同意自己弟弟的分析和判断的, 事因左忠堂这个人就不是那么安分守己的, 历来都敢于常规, 敢冒险, 他又处在对现实不满的时候, 四十几岁的人, 没有那些功名, 空腹一腔灵魂志, 又怎会甘于寂寞呢, 所以太平军过境, 他去看下虚实, 帮自己找条出路, 是绝对有可能的事, 那对于第二个人, 就不可想象, 而对左忠堂, 这些几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举动, 但是曾国凡又为什么要压着这件事呢, 因为他一向就主张欢以待人, 不学得这句弟弟这样侄恶如仇, 张扬出去会丢哪个架, 丢读书人的架, 丢汉人的架, 左忠堂在皇上眼中, 是跟曾国藩齐名的人, 左忠堂坏了, 曾国藩面上都没有光, 况且以前他在几次咒接道, 都建议朝廷重用作用, 左忠堂的天, 如果有投降长毛的事, 曾国藩是狠狠地都要担带糊涂, 失策的过失, 如果没有极为特殊的事情发生, 曾国藩就完全做得到, 将这件事就盖一世, 甚至不让左忠堂本人知道,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一个连自己弟弟有时都不理解的人, 那咸丰皇帝又理不理解曾国藩的呢? 现在他在元明元召见大臣的宫殿里, 吃着金丝组和香偶片, 拿着金丝组一片片地插入自己的口中, 品尝着滋味, 一边就问已经晋升为内务府大臣的宿信了, 你说一下, 那个曾国藩到底是怎样的人呢? 属纯知道, 那是因为曾国藩那份与众不同的摺子引发的, 他就回答话了, 奴才认为, 这个人人品正, 他增加几百年, 没出过一个秀彩, 他是光大增加门庭的第一人了, 那你看看这份摺子, 怎么批答之后? 曾国藩是个自大神正的人, 明明相谈大哲, 剿灭了长毛林兆章两万精兵, 而正讲之失, 小失而矣, 双兵守战就如此辉煌, 如果换着帝哥, 早就夸大旗旨向朝廷请功了, 但他反而想表自财, 自请处分, 这样的人, 奴才未曾见过, 你说得他太好了, 以前是木章窝催他, 现在又轮到你了, 照朕看, 这个曾国藩木无朝廷, 妄自尊大, 宿舍客了一跳, 不知道咸丰皇帝哪条神经出了问题了, 听见皇帝说, 自请处分? 什么意思呀? 该掌该罚, 豈不是成了由他个人华士? 宿舍见他这么说, 一点都没有道理, 就唯有不出声, 好似咸丰皇帝没按照这个奇怪的逻辑演绎下去, 忽然小笑地问, 听说曾国藩, 连马都不识骑的, 是不是呀? 没错, 听说这个人还有个毛病, 怕鸡毛, 连鸡毛嫂都不见得, 天下, 居然有这样的将领, 听说, 这个人还很清廉, 呃, 他在做京官的时候, 就以清廉著称, 娘亲先世, 除了圣上所赏的一千两辅衰银子, 他回乡奔丧那时, 两袖清风, 咸丰一听, 就反而起了疑心了, 他再清廉啊, 都不至于这样吧, 二品京官的俸禄, 都未使寒酸到这样的地步了, 他疑心, 是曾国藩孤名钓鱼, 宿信就说了, 在京城南边, 有个湖港同乡会馆, 附近住着不少病药的举止, 曾国藩经常拿自己的俸禄, 去周制那些穷独书人的, 咸丰就好感慨一下这么说了, 嗯, 无缝伦国, 不可多得啊, 诶, 洛丙章包起炮, 同曾国藩, 回奏请赏, 立功将士的摺旨, 你看过没有啊, 嗯, 曾国藩不是一力保举, 那个在商谈那里打了大胜仗的塔齊报, 他现在是什么官籍呢, 宿信就答了, 是釜彪中军参长, 他是不是满人来的, 是, 那就想塔齊报总兵衔呢, 处理提督, 捅帅湖南水陆各营, 宿信一听, 我大言, 哇, 那他就成了大帅咯, 提督是一品官, 而这时, 仍是侍郎咸的曾国藩才是二品, 那今后起不是要听他的脑布下指派, 他刚刚想讲话的, 怎知咸丰又只拿起了曾国藩那份, 自请交报重重自聚的专节, 游看多次, 越看越激气, 有一手就放在一二片讲, 唉, 太糊涂, 太糊涂了, 你罪, 固然是有, 这怎么都要听朕处分, 怎么又是自己定一个责民之罪, 真可笑, 真可笑啊, 一件咸丰仍是不放过曾国藩, 又转回来讲他, 淑醇知道自己对曾国藩膨胀太多, 反而会惹起皇上反感的, 唉, 虽然有正讲之派, 但塔齐报, 说实在曾国藩指挥下取胜, 那何必厚恥薄皮呢, 讲来讲去, 还是满汗有别, 那特别令宿迅不舒服的呢, 咸丰后面居然还落了圣子, 隔夺了曾国藩礼布侍郎的咸, 那这个咸本来就已经是虚职, 曾国藩练兵是义务, 没有实跡的, 现在连虚咸都隔着, 叫人家带罪绕匪, 怎么能复到人啊, 肃顺就不要再出声了, 那就迫着再读上山东的摺子, 听见咸丰就说了, 北上长毛, 南凤长, 李开芳两个头领, 现在不是被困在静海毒楼镇的, 虽然不足为害, 亦要加以剿灭, 唉, 那些北元军又令朕忧心, 现在怎样呢, 肃顺又拿起一份咒报讲了, 长毛增立枪北元军歧势甚锐, 过正阳关后, 喘入山东省境, 随后攻陷运城, 张秋镇, 现正在宫临清州, 哎,不要读了,不要读了, 咸丰就犯怒那晚, 胜保就去了咯, 肃顺说, 胜保骑兵七千日, 三月初七赶到临清, 驻扎城西北, 崇恩从下军回房, 张亮基初七晚, 和长毛接战打赢了一仗, 琴获长毛总制曹成一名, 但是张亮基弹劫胜中容布下抢量, 事事制找, 不肯用力啊, 咸丰就说, 这个张亮基又是多事干的, 朕不靠姓保靠谁呢? 他张亮基没帝样本事, 就会专门弹劾人家, 算了, 等他有那么远, 走那么远, 以奏报失实之罪名, 将张亮基隔职, 发往新疆军台效力, 又一次横生之子, 整定张亮基是行衰运的, 就为了一份摺子, 连官职都没了, 淑顺就无可奈何地说了, 那不如就等凡司崇恩处理山东巡护呢? 咸丰额抹头, 嗯, 扎令姓保, 务必将北进的长毛截在临清, 不准与临凤长地合围一股, 嘿嘿, 皇上无需忧心, 北原的长毛, 溃灭在绩啊, 啊, 轻何以知道呢? 长毛北原军犯了兵家大忌, 既然是原军, 应该一路避实击虚, 快速前进, 力图及早和静海独留的同党回事, 知现在他们在临清州攻坚, 耗费时日, 怎么能够持久的呢? 咸丰额又认为宿信说得对, 他说, 如果长毛打入了临清, 就等圣保崇恩将他们团团团围住, 令其不能北传, 再以待毙啊。 后来, 后来宿信就跪安, 一出了养心殿, 他抹了额头那些汗水, 在心里就当曾国坊底, 同时也怪他于乎, 上了个自财的摺子野事啊, 你就好了, 连侍郎咸都夹了去了, 他必须要写封信安慰一下, 皇上可以随意震怒, 乱发脾气而已, 宿信他不行啊, 将踏踏实实为皇家效忠的人都得罪了, 他们一旦深淡的, 还哪个帮大清江山出力呢? 咧, 曾国藩的迂腐, 有时会着素, 有时会吃虚的, 他这次带有苦肉计味道的 自财专摺的下场, 就凸起个屁股被人打, 又有苦讲不出, 如果当初他听从了 郭昆涛曾国全的意见, 在奏摺道, 用九成的文字, 渲染商谈大节, 用一成的文字, 轻描淡写的讲下正讲小失, 又怎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 想去一个巡撫, 绝对是狠狠的, 宿信在信里头就是这样分析的, 当然宿信就没有照直讲他迂腐, 但是以思已到了, 当然那封信呢, 以思是勉励他的, 那一来, 那帮幕僚和老狗就更加捉住鸡脚了, 一起埋怨曾国藩的愚忠, 到了连皇上都不买仗的地步, 那和曾国藩的初冲就相去太远了, 他曾经置身处地地上过, 有这么一个推功滥过的臣子, 应该是加倍掌赏的嘛, 但是他受到了冷遇了, 他没有来心机, 最近躲在船上不见人啊, 那个左宗棠在长沙城到来, 转门来探望他的, 在上船之前, 他就交了一串纸钱, 给曾国藩的老家人曾贵, 那些纸钱呢, 是金箔接成的玄宝啊, 曾贵一见就很恶然啊, 左大人, 那何故啊, 左中堂就捏下下下爬那些胡桑, 嘿嘿嘿嘿, 不要问那么多, 你拿进去给你老爷看, 一看他就明白的了, 曾贵没办法了, 拿着那串纸钱就上了船, 当时, 曾国藩和他第九的弟弟曾国藩在喝茶的, 见到曾贵拿着一串纸钱进来, 曾国藩就立刻问, 谁死了啊, 要和他烧纸钱吗, 哎呀, 哪里是啊, 左大人真的很怪的, 他来见老爷, 是都要小人拿这些来见老爷, 他说老爷一看就会明白的了啊, 曾国藩一见就撞火了, 一拍桌面, 左中堂你真是欺人太甚啊, 谁知曾国藩就没生气, 他站起身接过那串纸钱, 举起来数了一下, 嘿嘿嘿, 你们看看, 刚刚是四十四只, 我今年是四十四岁, 烧纸钱给死人是多少岁, 烧多少只的, 那是左中堂来为我吊丧啊, 曾国藩就对曾贵说, 怕他走, 不见不见, 说老爷分了家了, 曾国藩就说, 你不想见你就走开, 我不可以不见的, 快点请左大人中仓见, 是, 曾贵就答应着出去了, 曾国藩就怒爆爆走到仓底, 喏, 曾国藩为什么被人这么浪败, 还要见那个左中堂呢, 究竟搞什么呀, 要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来